少儿知天下 天天八分钟 少儿知天下 乘坐森林大巴车 我们出发啦 本节目由人本智慧 凤凰FM出品 环球网审核监制 古代文具 AI调枪师 橫球比赛 打抛饭 第一次观测到日常 是今天的动力能源哦 简方道站文化馆 新学期的第一天 大家的开学文具都背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古代的学堂有多热闹吧 清代钱惠安所做的白子图册 描绘了一幅生动可爱的 课堂热闹景象 有的欢拖地玩起了捉人游戏 有的在一旁看热闹 还有自娱自乐的娃 索性脱了鞋躺在桌子上 练起了功夫 也有同学在远处静静地看着哦 玩归玩 闹归闹 正经起来 还是学习最重要 开学第一天 装备得准备好 夫子的桌面上放置了一裸裸书本 还有必不可少的笔筒 里面装满了各式毛笔 旁边则摆放有圆盘形的燕台 鱼墨味干 夫子左侧还摆着一架笔衫 用来放置使用中的毛笔 此外还有茶壶 茶杯和印尼哦 在清朝 文房可不止四宝 清代的文具盒是六件套 包括燕台 印盒 燕笛 笔筒和墨床 印盒有称印池 是盛放印泥的用具 燕笛储存水 供盐墨汁用 而墨盒是用来盛放墨汁的物品 比燕台墨墨更为方便哦 开学第一天 你都带了哪些文具呢 你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熊猫听天讲故事 回复古代学堂 仔细看看这幅画哦 前方到站科技馆 最近科学家设计了 人工智能的新鼻子 它的嗅觉已经和人类相媲美 能用语言描述化学物质的气味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科学家们把气味描述和单词相匹配 并用数据集对AI进行训练 其中包括大约5000种 已知气味剂的气味 AI还分析了每种气味的化学结构 用来确定结构与香气之间的关系哦 为了比较AI与人类鼻子的嗅觉水平 接下来研究人员收集了数百种自然界中不存在 但人们足够熟悉的气味剂 结果发现 AI的猜测非常接近人类给出的平均反应 而且更接近中确答案哦 之后研究人员用它描绘了 与数百种化学结构相对应的气味图 例如果味或青草味 这张指南图可以帮助研究人员设计新的合成气味 并能提供有关人脑如何解读气味的新见解 意味着像气味数字化又迈进了一步呀 在今年亚运会上 我们即将观赏到腾球比赛 这是一项怎样的运动呢 腾球是一种独特的古老体育运动项目 在东南亚地区广泛流行 在1990年举办的北京亚运会上 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腾球是一项运用脚腕 膝关节等部位同时夹、顶球、不让球落地的运动 类似于我国民间的踢花剑子 因为跟排球比赛有些类似 所以又叫脚踢的排球哦 腾球是用9到11根腾条编制而成的黄色空心圆球 在比赛中运动员可以用脚、腿、肩、头等部位控制球 用夹、顶、鞭、条等动作让球不落地 但切记不能用手哦 腾球比赛分为单组赛、团体赛和双人赛 以单组赛为例 每场比赛两局 每局21分 最高25分 双方各派三名球员进行比赛哦 杭州药运会腾球项目的比赛 将在京华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 共产生6枚金牌 9月24号到10月7号 我们就可以观赏这一项比赛了 前方到站 地球村 最近泰国举办了首届全国打炮饭大赛 旨在寻找制作打炮饭的最佳配方 在泰国 打炮饭就像当鱼三明治或汉堡一样 人们可以轻松地在街边餐厅点到心仪的打炮饭哦 最早的打炮饭源于几十年前 当时大多数泰国人都在从事农业活动 农民们喜欢在辛苦工作一天后 把他们能找到的全部肉类都切碎 与大蒜、高粱姜和大量鸟眼辣椒混合 就制成打炮饭了 打炮饭是泰国菜口味平衡的完美典范 一道菜里可以囊括他们喜爱的甜、咸、辣 准备与制作过程也快速简单 因此也成为家家户户都喜爱的美食哦 随着时间推移 打炮饭也在逐渐演变 菜品中添加了其他材料 比如中国皮蛋 还有一些当地蔬菜 像卤笋豆、玉米须等 参加比赛的厨师对蔬菜的使用更加自如 有的厨师说这是一道简单的菜 由辣椒、罗勒、大蒜和肉组成 所以无论冰箱里剩下什么蔬菜 都可以放进去哦 你想尝尝这道泰国美食吗 历史上的今天 你对奇妙的星空景象感兴趣吗 自古以来 中国就有悠久丰富的天文观测记录 我们可以在诗经小雅中 看到最早的日识记录 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前 776年9月6日哦 从春秋时期到清代 我国日识观测记录达1000多次 居世界首位 但由于古人科学认知力的局限 日识这种意象 总被误认为不祥之兆 在今天 随着现代科学知识普及 日识现象推去了封建迷信色彩 它只是一种常见的天文现象哦 日识只有在月球运行至太阳 与地球之间时发生 这时 月球位于太阳前方 因此 来自太阳的光线被挡住 看起来好像是太阳的一部分 或全部消失了 今天的天下之旅就到这里啦 你也可以把新鲜事分享给小伙伴和家人 如果你对某件事情感兴趣 或者有疑问 可以关注公众号 熊猫天天讲故事进行留言 我们会回复你哦 我们明天再见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